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雨淑 来看这间融合两岸滋味的川菜馆 在北台湾人气火红 来自四川的老板 跟着台湾老婆来台定居 本来在大陆当警察的他 遇上不会下厨的另外一半 就把年轻时学的厨艺派上用场 不只征服台湾家人的胃 还开启餐厅 从红油到泡椒 都是依照传统的工法制作 工夫川菜馆也成为 许多四川老饕 结嘴馋的美食基地 这盘必点好好吃 不错 今天的牙齐非常入味 好 这个皮肤都好吃 你好 小面 好吃 小面来了 中午用餐时刻 淡水这间小餐馆 人气总是红红火火 在台湾真的吃不到这种味道 只有他们家有 麻麻辣辣又很香 面条沾着汪汪红油 辣味绝不喧兵夺煮 舌尖上的味觉主秀 由麻香带头领居 四川姑娘吃上去一口 家乡美食回忆涌上心头 它的红油很特别 只有在我们家乡那边 才有的味道在这边吃得到 每天都有大陆老饕 为了决到底滋味少人解水馋 原来这厨房里 手艺精湛的老板刘刚 就往自私穿 没那么辣了 我们的焦香皮 稍微会辣一点点 这个是稍微会香一点点 入香水俗嘛 不能什么都按照川菜来 刘刚正在料理的 是他为台湾客人改良过的 剁椒皮蛋 五年前他跟着老婆来台定居 不折不扣的大男人为了妻女 就像这道剁椒皮蛋 调整成温柔适中的模样 男生不进厨房的 我除了去学厨 有进个厨房 在家里从来没有洗碗 那时候农村还喂猪洗碗 我都没有干过 真的 现在每天洗碗 原本在大陆当警察的他 遇上不会下厨的台湾老婆 把拿手厨艺给搬出来 当初就是靠着煮一手好菜 征服老婆一家人不胃 我是很喜欢吃麻辣火锅 结果反正他不太能吃 那个麻辣火锅的辣 就比起来他很像假四川人 我是怕地狗油 你知道吗 是吗 我自己做的火锅我会吃 这个葱 香菜 芹菜 小芹菜 带梗的小芹菜 这个都是拿来取油的香味的 吃油很讲究的刘刚 来台湾开餐馆 买不到四川红油 只能自己从头做起 辛香料下锅炸出香气 接着滚滚热油才能起锅 在200度的时候我们先咬一点 把这个辣椒来逼香 静止三天 三天以后让他香气跑出来 就可以用 传载香气灵魂 全来自这一位 练油技术 都刚练到与火生气 因为在当警察前 他曾经被父母逼着去拜师学厨 培养营迹之潮 但偏偏他遇上最严厉的师父 一路被骂怕 让他年轻时下定决心 绝不走出师之路 你知道我们家庭式教育 就是这种吗 我叫你去学 叫你去学 对不对 就没有说自己想去当厨师 结果最后走到一圈 还是回来了 来到台湾 人生第二专长 就这么成为养家事业 只是刚派验时 面临最大的挑战 就是寻找香料 说迪化街 我从街头背个包一个人 街头到片尾 那时候又找不到 那个手机刚好有数码了 我这个画地图 画过去画过来 就找 哪一家有 一家一家去问 但是你缺了这位又不行 你知道吗 就像点睛一样 要这么一点 刘刚擅长的川北料理 重视香料剩余辣椒 七八十种香料 得把它们收集齐全 缺一不可 因为从炼油到腌制食材 都得靠这些新香料 提炼出层次分明的七至八味 上班第一天就先泡菜 这是四川老厨师的特点 老坛子一打开 焦香四散 传承四川老厨师的习惯 刘刚走到哪都少不了 带上一坛秘制泡椒 为了定制容器 还特地飞回四川老家 它这个坛子它有个好处 就是说恒温 第二就是它 你看它这个里面有水 这个掺水的作用就是保湿 这座泡椒得靠时间换取美味 沉睡一年的潮天椒 发酵过后全身依旧僵液欲低 这一年你看颜色红了 这个辣椒有讲究 一定要买冬天的辣椒 夏天辣椒不行 容易烂掉 就是不可以用大火煮了 一般就是小火 这小滚的时候就把它丢下去 每一道调味配方 从鸡底香油酱汁到泡椒 流缸都靠自己细心调制 成就它滋味独特的功夫菜 这一家菜的重点是叫重油 因为豆花比较稀油 它没有油就不会滑顺 所以这一道菜吃的人 就是比较 特别爱穿菜的人才敢吃 就像这道在台湾餐馆 很少见的川味水煮鱼 鲜鱼下锅吸满汤汁 加进传统豆花增添口感 柳刚的小厨房 许多私房菜 做得比四川餐馆还要费工 吃了酸辣粉回来 马上跑我在那里吃酸辣粉 我还是觉得你的酸辣很好吃 他说 他说我的程度就吃怎么 还找不到那种感觉 你那个味道了 比四川做得还好吃 这是最满足的食物 我们中式粉丝 今天要是没吃了 一定要来这里吃 小餐馆在北台湾 渐渐达出知名度 铁汉柔情的川味料理 培养出一群死忠粉丝 也融合了情千两岸的 玄妙滋味 来看这碗来自山东的牛肉面 老板是在老家青岛 他是做服装品牌大老总 白货公司还有专柜 年营收破千万人民币 但是为了爱来到台湾 才放弃江山 为了在台湾创业卖面 大老总特别回家重新修炼 汤头用大量的甘蔗苹果 洋葱增加甘甜 中药调味包也是自己抓药来调配 用心滋味果真打动台湾老饕 在竞争激烈的台湾牛肉面市场 生意不止红红火火 甚至还开出分店 牛肉面 一桌一个牛肉面 你知道什么 半斤半肉吧 半斤半肉 来一桌加汤 刚过这十二点 搜搜面馆热火朝天 满吃了韬客把这里当自家厨房 我几乎天天来 差不多一个礼拜吃个两三次三四次 这样 这里会胜 对吗 你久不见面说 自己家里也炒不出这种口味 对啊 就是好吃 让台客天天上门意味劲的是这一碗牛肉面 用看的看不出厉害 因为秘密潜在旁边 鲁肉弄出来那个肉会秋秋的 然后味道还有那个很香的那种味道 绝版盐巴哗啦啦 还有四川的花椒随后跟上 干炒蒸腾焦气麻香 这种丘楼台湾人绝对没见过 因为独门的提味来自山东家传 我爸爸卤东西都会这样 用盐巴炒花椒 用盐巴炒出了花椒的香味 跟那个 你直接用锅子炒出了花椒的香味 不一样 因为它盐巴会把它的那个香味 全部锅里面 然后再腌一下 煎子牛肉得用炒盐花椒腌味提香 汤底的配料也很华丽 各种中药材丙丢彪彪 真的有来一天来三次 为什么 他以为你们家怎么了是不是 对啊 他以为好像在家吵架 打架是干嘛的 也有叫过警察 我说我们没有吵架 也没有干嘛 就说很惊讶 我就在家配个中药 就会招来这么多人 北方汉子性格果然豪迈 准备药材大把大把快手快脚 不用趁精正量斤斤计较 汤底的香气实实在在 甘甜也靠大自然 屋里的甘蔗比较甜 之前有用过绿的 就是青的那种 白甘蔗 对啊 它那个味道出来的 跟我的这个味道还是有差了 坎皮甘蔗很上手 但您绝对想象不到 王俊在老家可是服装品牌的大老总 在百货公司设柜 年营收千万人民币起跳 在青岛人面超广 走路有风 下飞机朋友直接开车 在飞机下面就接我走 接我出关 过安全了 全部是走绿色通道 不用说去排队 以前吃喝料理只要动一张口 现在会跟叔叔伯伯 变得这么熟 是因为认识了台湾姑娘 选择放弃江山在台湾重新来过 结果满锅子的用心 门前依然冷清 就感觉我在大陆是大老板 来这边变成卖面的 那我做给你们 通常都是别人做给我吃 我说我来这边做给你们吃 都是真材实料 你们都不来吃 幸好北方性格开朗乐观 心情调食很快 坚信真材实料终究会被青睐 持续把心思放在熬汤卤肉上 还会倾倒跟老爸继续挖宝 学做番茄鸡底牛肉汤 6月份才有番茄 过了6月份就没有 那我的长辈都会装罐里 发酵过年的时候 就拿出来吃了 王军小时候喝的番茄汤 全是发酵过的 那个年头是为了过冬 才趁着盛产储粮 来到水果包岛 本以为四季都有鲜果可以用 没想到台湾的番茄 跟青岛的不太一样 外面红 新是还没有红 还是轻轻的 所以整个番茄的味道它没有 为了让番茄的滋味持续后手完全释放 老爸腌番茄的那一套刚好可以用上 这个番茄必须炒熟 然后再发酵了 这也是来自老爸的绝活秘方 下缸子发酵之前先用文火慢炒 从大块大块块块分明 炒到稀稀糊糊一锅红酱 这一步虽然搞刚得守着锅炉持续翻搅 但多了这一道发酵百分百大成功 松的话因为台湾的这个气候 不用两天全部就是断掉 长毛发明了 高温煮透成功克服台湾湿暖气候 温热熟成香气也更加浓重 凉过之后再放个十天半个月 自然发酵微酸甘甜 嘴雕的老套一盒就知道 因为我们经常在家煮饭的 像是番茄酱啊 或者说是自己番茄煮出来汤头 它味道真的是有材 它就是淡淡的番茄的味道 然后还可以吃得到番茄的果肉 不会说第一口让你会惊艳 但是你会慢慢地回味 它就是像那种妈妈的味道 创业六年 口碑就跟汤头一样慢慢回甘 在竞争激烈台湾牛肉麦市场 终于闯出名号 生意红红火火还开出分店 刚好出庄院了 妹妹也是可以咬家没问题了 没有人脉没有地缘 满店的人气全靠点滴打拼 山东劳总在小面馆里东山再起 白手起家创业的精神 依旧是劳总风帆 接下来还是食物的话题 在北京近郊 有台商种植有机蔬菜 打造开心农场 让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小朋友 夏天体会甜眼生活 更有大陆业者再进化 把精致的园艺技术 运用在盆栽菜上 用高品质带动好价格 不管是台商还是大陆企业 现在都很清楚地发现 大陆老百姓越来越讲究吃 所以生产好食材 会是一笔好的生意 北京近郊的六环外 每到假日就是秋意 最浓的时候 我们现在出卧去哪里呢 挖地挖 好 挖地挖 走啦 快快快 挖出来了 哇 下面还有呢 我手太重了 太重了 简直不刺 回归农村这种感觉 应该是比较接近大自然 这些城里的孩子 什么都新鲜 爸妈带他们来体验 书本学不到的知识 甚至采个菜 都得与虫共舞 我要看你的装脑 一 二 加油 加油 哇 好棒 在这什么都得自己动手 感受田园乐趣 享受亲子教育 这古早味的大灶在台湾也很少见 考验着北京姑娘手艺 感觉跟平时在家里面还是不一样 这种就是回归大自然 上菜咯 挺自然的 就是这种大家在一起吃挺热闹的 小孩也能吃得进去 我觉得更淳朴吧 因为这都是孩子自己从地里边采的 然后自己洗的 手艺都很棒 当导师考核打农家菜分数 她叫钟雪玲 是这片农庄的主人 六年前从台湾的袜子工厂退休 和丈夫跑来北京当农夫 这要这个采下来 一采一面就把这个割断了 钟雪玲放下董娘身份 天天得和员工一起下田 她采取生态共生农法 欢迎宠宠光临 因为你要留一些给虫吃 她才会留一些给你 对吧 有没有爆浆的感觉 有爆浆的感觉 你看都爆浆了 好甜喔 这种悬田方式就把收成的玉米杆产平之后 跟土壤结合在一起形成很好的有机肥料 而这种生态农法也是台湾在北京立足最好的优势之一 杂草跟玉米结感变成在悬到地里去 它就增加地里的有机值 结合大自然废物回收再利用 要求严格的钟雪玲 什么活都亲自参与 就连肥料水温它都斤斤计较 水温跟地面的温度要差不多相近在4度左右 所以说下午4点是最好 嗨 金青 嗨 金青 这是玉米笋 这是小奶菜 钟雪玲锁定庄园附近的住户 自个快递送菜上门 也懂得拌干净传授台式技巧 靠着婆婆妈妈口耳相传 成了固定客户 钟雪玲在辐射扩散北京城 把庄园打造成生态农场 推广有机生态菜 让民众亲自走近大自然 在这个田园里头 你可以跟这些的蔬菜作物来对话 甚至跟虫虫它也很可爱 你这种的喜悦的心 你自然就可以接受这样的环境 随着健康观念的推展 大陆蔬菜消费市场规模 一年比一年还要高 2015年冲上3兆人民币 去年蔬菜总产量就超过7亿吨 但精致农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因为有机蔬菜比例占5% 而盆栽菜就更少了占不到1% 小盆菜 苦菊一样搬4盆 经过30天栽种的盆栽菜 这时候最对位要跟时间赛跑 先先直送到客户手上 这个是餐厅已经把这个叶子 揪下来清炒蒜蓉 你注意到了吗 这盆栽只有最嫩的叶片被摘去食用 但剩下的根筋和泥土也都是饱 可以回收重新循环利用 菜叶 菜根都要过滤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它腐烂了以后会变质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给挑出去 这是北京这两三年吹起的种植法 农业和园艺结合 种子拨在盆栽里 再搭配棚内环温控制 让它们在运营床上快快长大 一孔要放两颗 保证它的出芽率 然后长出来以后 咱们再把多余的给它去掉 乖乖当一个月的温室宝宝 盆栽菜长得头好壮壮 至于谁能确凭重选 叶子的大小是关键 这个小的呢 这个基本上就是属于最嫩的时候 头盖也是最好的时候 这个我们要销毁的 这个不要了 这盆栽菜一盆要20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100元 比一般的土耕菜要贵上两倍 在行销上采取小众市场 专找讲究食材的高级餐厅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不好推广 因为它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吃到这种菜 大陆健康意识抬头 有机菜持续发烧 不管是台商或者陆企 全都努力投入这块市场 要打造属于自己的开心农场 谁说地方小就没有机会创造大商机 像是厦门海边这个小村落 面积不到0.2平方公里 比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还要小 但靠着无敌海景 引信非常多的新人来这里拍婚纱 小小村落 婚纱摄影公司就有20几家 还带动了不少上下游产业进驻 包括婚纱定制 鲜花布景 民宿等等 相关产业年产值超过6亿人民币 也就是30亿台币 号称是大陆最美婚纱摄影村 韩金门岛隔海三望的厦门环岛路海滩 是大陆著名景点 也是新人们拍摄婚纱照的外景收卷 几乎每天都有上百队的新人 在这里留下人生最快乐最美丽的时刻 其中很多新人来自厦门以外的地方 厦门就是大家的海景是 应该是全国拍到前几名的 基本上都是外地来的 7 80都是外地来的 然后省内应该再一大半 省外也一大半 环岛路上的西头夏村 面积只有0.13平方公里 却聚集了大大小小将近20家婚纱 摄影工厂人 最大的一家光是安排给新人化妆的楼层 占定面积就达到1000平方米 也就是300平左右 70位化妆师带在自己的助理 从早上8点开始忙碌 要在这一个多小时里 把新人装扮成人见人爱的美交流 我们一个月现在拍摄量在2000队左右 新人们如果希望预约到技术更好的化妆师 希望有个相对独立的化妆休息空间 16个VIP包厢任群挑选 我们客人的感受就是 我们有一个私人的空间 可以不受别人的打扰 每年要为上万对的新人 提供合适的婚纱照服装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各类的婚纱 西装 衬衣超过300套 每套婚纱的市场采购成本 至少3000块人民币 西装则是1000人民币新条 我们这边马甲大概有100多件 各种款式 各种颜色 各种风格 各种仓和需要的马甲都有 各种各样可以满足我们 每天客人的拍摄需求 在西装下村婚纱业者 普遍走博力多销的行销路线 一套婚纱照包括内景外景 写真化妆服装租用等服务 一般约在5000块人民币左右 和大陆其他地方的价位相当 凭借了厦门道美丽的外景风光 以及高性价比的优质服务 吸引许多外地的新人舍近球员 专程来拍婚纱 小小的西装下村 每年吸引2万多对新人前来拍照 这些新人不但让各大婚纱 摄影公司赚得波满盆满 还带动多个下游产业 例如婚庆礼服丁织 婚纱业者提供的婚纱礼服 只能够在拍照的时候临时租用 不过在市场上要买到款式面料 尺寸都满意的礼服并不容易 直接买的话就比较难碰到合适的 在婚纱礼服丁织店 有设计师为新人量身定制身材 现场还有新人手绘衣服款式 更让人心动的是 订制礼服的价位比市场低上一大截 例如这款市价6000块人民币左右的 法式男士西装 这款是以宫廷式为主 包括它的花和颜色都比较普普 宫廷式的嘛 百分之百的私人订制 专业的设计师一对一服务 市场一半左右的价格 难怪这里婚纱礼服店生意这么火爆 因为订制的那个看上去的话 款式什么的他们都可以 就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来说嘛 很多每天一天平均十单 外地新人来西头夏村拍婚纱照 当然也希望就近速速 所以西头夏村的民宿越开越多 五年前只有六家 现在已经有将近五十多家 我们的整个入住力 常年就是在达到85%以上 民宿业者为了营造甜蜜 温馨的氛围布置布袭血本 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币 设置了凉亭木栈道 茶座等景观设施 也为外地的新人拍摄写真提供外景 一些业者甚至定期采购鲜花 来点罪民宿 每个星期会至少会买一次这样的鲜花 因为我们这边拍婚纱的客人比较多 日月比较多嘛 那这样子的话一些美的事物 然后更容易吸引人 还有民宿业者自己成立的婚纱 拍摄基地一位小型的摄影工作室 提供接待化妆内津场地租借等 一系列的服务 目前已经跟55家摄影工作室加盟 在这个系统下黄厕这边 本身是比较集中的一个产业在这边 那很多工作室也楼在这边拍摄 那我们这个场地非常好 就想说把这个整个产业把它串起来 在我们这边形成一个产业生态圈嘛 新人拍照也少不了鲜花衬托 太累了休息一下喝杯咖啡 相关的产业包括鲜花餐饮 咖啡珠宝定制等一应俱全 形成一个年月额两亿人民币的产业链 往日贫穷破旧的小渔村 已经成为大陆最美婚纱摄影村 小小的村落找到自己的特色 也能够幸福翻身 秋天到了 芒花把台湾的山头染上一片银白 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草陵古道 更是别具风情 爬上山坡还可以眺望北海岸 节目最后带您到宜兰 欣赏无敌美景 感谢您收看这个礼拜的海峡拼金记 我是吴雨淑 下个礼拜再会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